好的主播 新一屆特区政府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在昨天22日正式公布 可以见到今次一次性舒缓的措施相对减少 今年大概593亿港元 而相比上年大概有1000亿港元 虽然是一定程度上减少 其实各界都在与期之内 在现场我们邀请了 北马威中国税务合伙人何家辉先生 接受我们的采访 何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今次的财政预算案当中 我们见到尤其在降日方面 就是2022至23的身份税 个人入息的科税 以及公司的利得税 都有100%的宽减 上下是6000港元 相对之前其实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减少 你怎样看今次政府的做法 我们都同意其实那个宽面的金额的下调 最主要有三个层面去看一件事 首先就是今年的经济情况 和去年就有很大的分别 大家也会记得去年财政司公布的 财政预算案当时 我们香港刚刚淡入第五波 就着企业和个人都面对一个很大的现金流压力 所以现在再回望一年之后 我们其实经济相对是好一点的 所以减甜其实都是合理的 另一个层面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是需要慢慢的过程去復上 亦都期待游客可以下半年再回归香港 所以中间其实企业和个人都需要政府帮忙 所以其实继续派堂都合理的 最后一点就是今年其实财政预算 都有一个1400亿的赤字 其实市场都很关注 如果是要恢复上年的派堂的程度 其实可能会更加举大的赤字 所以都会看引起关注 所以6000元的金额是变相相对合理的 明白 其实今次除了这方面之外 也有另一个亮点 就是政府今次推出一个叫做 专利盒的税务优惠 完全是为了帮助一些可能在本地的公司 注册了本地专利 并且是有赚到钱 就是由一个利得税的宽減 你怎样看今次政府的做法 其实我也欢迎专利盒的优惠政策 其实参考一下 邻近地区 譬如新加坡 其实都有相关的优惠政策 他们可以将正常的17%的税率 可以减到低至5% 所以吸引力其实都很大 不过我们都建议政府 除了用这个措施之外 就着吸引相关的科研人才 和资金流向科研都可以多努力 譬如可以我们优化这个优才通 可以吸引多些创科相关的人才来香港 另外刚刚昨天都公布了一个 资本投资的人才的计划 这个都可以用一些方式去导向资金 去创科那边 希望可以创造一个生态圈 然后慢慢发展 多谢何先生接受我们的採访 正如何先生所说 虽然今次的一次性派档的措施有所减少 不过都是各界的预期之内 但是可以看到今次 政府尤其在创科方面领域的发展 推出了很多很值得期待的措施 具体的措施的实施的进展 我们都共同期待 先将时间 跟回主播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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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